Hello 我是张迈克 我最近一直收到很多的讯息 就在问我关于如何管理业务部门 带组织团队跟担任主管该注意的事情 这其实并没有让我感到很意外 因为确实对学习有热忱 也希望自己可以成为超级业务的人 除了具备一般业务员充满活力 跟善于沟通的特质之外 其中我认为最重要的 就是更会为成功找方法 也比较不会找借口或是理由 所以随着业务能力逐渐的提升 不管是被公司提拔为业务主管 部门主管 分公司分店的管理者 都是很理所当然的 但这也带出了下一阶段的问题 就是要如何担任主管带团队 因为业务销售跟组织团队管理 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技能 很多公司的超级业务因为业绩很好 就被公司指派为业务部门的主管 负责带团队扛部门的业绩 除了少部分有在自修学习管理技能 或天生就很有领导魅力的业务员 能够无痛转型成为一个称职的主管 但其他更高比例的人 在带团队一段时间之后会发现 虽然本身的业务能力很强 但是带领业务团队的成绩 却远不如自己以往的表现 而且人员流动频繁 人际关系也越来越紧张 如果你对业务主管 业务总监 甚至是业务副总这类型的管理工作 感兴趣的话 我接下来会推出一系列的影片 来帮助你不只能创造更高的业绩 也能带领团队打下更高的市占率 创造更多满意的顾客 那以下就是我今天要来跟你分享的 能够真正提升团队业绩的四个关键方法 第一就是要提高产品能够被销售的机会 有越多的潜在客户 能够接收到你产品的资讯 当然依照比例来看 买的人就会越多 但在这边我指的并不是下广告买关键字 那个是行销主管的事情 你的工作是要透过管理业务销售团队 来提高产品能被销售的机会 这代表你要思考如何让业务员 能够打更多的业务开发电话 约到更多的客户见面 做更多的产品简报 给出更多的报价单 也持续有系统的追踪更多的客户 如果业务员没打给五个客户 就能够争取一次的产品简报的机会 那你就要想办法 让业务员能够打给十个客户 如果没给出三份报价单 就能拿到一笔订单 你的目标当然是找到更多的潜在客户 也给出更多的报价单 提高业绩的第一个关键 就是要能够提高产品 能被销售的机会 第二个能够提高业绩的方法 就是要提高服务或产品的售价 假设你每个月能签下 20笔10万块钱的订单 营业额就是200万 只要能够提高产品的售价1万块 从10万提高到11万 那营业额就会成长10% 变成220万 当然客户也不是笨蛋 你不能就直接给他涨价 却什么额外的服务都没有提供 你想要涨价1万块 你得提出价值高于2万块的东西出来 除非客户有感觉多花1万块 买算是赚到 否则他一看到你涨价 立刻就跑去跟别人买了 这代表你要不断的优化产品 或是服务的内容 即使只是一个排骨便当要涨价 如果贵个20块 但排骨有变大的话 我是不介意多花点钱 换更大片的排骨的 所以提高产品售价的同时 也要提高服务跟产品的品质 第三个能够提高业绩的方法 就是要提高业务员的成交率 因为不管拜访多少客户 做多少的产品简报 产品再优惠 品质再好 业务员的业务销售技巧不好 东西一样是卖不出去 但这个问题其实很容易解决 因为只要让团队成员 都订阅张迈克频道 然后学习一段时间 任何人都可以开始学习 并了解业务销售的 各项原则跟技巧 但如果你想要更进一步 让张迈克团队 针对你的产品跟销售流程 到你的公司进行 客制化的业务销售培训 请点击下面的链接 留下基本资料 我们会有专人来问你服务 那我们来看一下业务培训的企业客户怎么说 我觉得今天上完这个课的感觉就是 其实比想象中更好 因为在销售过程中有遇到许多问题 那在现场提问了以后 我觉得麦克也都非常的精准 而且会提出我都没有想到的解决的方法 就说原来可以这样想 可以这样子做 那让我们也提供了一个规范说 以后面对客户的时候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情 什么样的调理去面对 所以其实收获是非常大 而且更不用说 整堂课眼睛一眨什么就过去了 就觉得有事始终调快了嘛 我觉得整个在这个活泼的过程中 觉得学的又多 用满满的知识 然后又时间过得很快 因为太快了 所以我是很深情推荐这堂课 给所有的 也需要在这上面做精进的朋友们 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课程 很值得 所以要提高业绩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要提高业务员的销售力 跟成交率 不要去担心花钱 把业务员培训起来之后 他们要是不干了 跑去竞争对手那边上班怎么办 你真正需要担心的 是如果没有培训业务员 万一他们留下来怎么办 第四个能够提高业绩的方法 就是要缩短拿到订单 所需要的时间 假设平均要拜访客户5次 才能够成交 那身为业务主管的你 就要想办法 让业务员只要拜访客户4次 甚至是3次就要成交 能够拿到订单的时间越长 成本就越高 只要能够缩短销售周期的时间 成本就会降低 业绩也会跟着提升 在销售的这个领域 速度就是关键 很多公司光是要给出一张报价单 就需要三天 但这三天的期间有太多的变数了 很多客户因为等不及 就再找其他的厂商来报价 看看能不能早一点拿到报价单 就是为什么你要想办法 加快行政流程 跟提高制作效率 要快速的给出提案跟报价单 这样子你才能更快的拿到订单 然后继续下一个客户的销售流程 好的以上就是这四个能够有效提高业绩的方法 第一就是要提高产品能被销售的机会 要打更多的电话 约更多的客户 做更多的简报 才能拿下更多的订单 第二就是要提高服务或是产品的售价 也要提供更超值的服务跟品质 第三就是要提高业务员的成交率 要持续的提供不只是产品说明的培训 更要提供精准有效的业务销售培训 最后就是要缩短拿到订单所需要的时间 要记得速度就是关键 你的行政效率越高 成交率也会跟着提升 如果你有任何业务主管或是组织团队的问题 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要记得加上hashtagHiMike 只要是被按赞数最多的留言 就代表最多人都有相同的问题 我就会挑选出来 制作成我下部影片的主题哦 那今天就来到这边咯 我们下次见 by bwd6